原标题 看大陆上,虽然土地面积和我国国土面积差不过,但是,却分散着几百个国家,有的国家也就只有我们一个省大。 其实,欧洲民族主要有四支,日尔曼人、斯拉夫人、凯尔特人和拉丁人。 欧洲在历史上,也出现过统一欧洲的国家,强大的罗马帝国,一直是欧洲人的骄傲, 但是,这一骄傲被东迁的日尔曼人给覆灭了,欧洲再也没出现过这样一统欧洲的国家。 欧洲之所以还分裂成为这么多个国家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欧洲脚使对英国的存在。 英国几百年来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,但是英国并不想统一欧洲,不到如此它还不想让别的国家统一欧洲,如果没有它就会去导弹。 去年的脱欧很大原因是,不想见到欧洲同。 一,这在英国的历史上是有传统的。 16世纪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富饶强大的国家,海上的无敌舰队,更是横行百年之久。 崛起的英国向这位欧洲大佬进行挑战,随着无敌舰队的覆灭西班牙,也随之衰弱了。 拿破仑曾占领军队一路打遍欧洲无敌手,最终还是摆在这脚使盆的手上。 希特勒发动闪电战,欧洲许多国家都被占领,军队一度打到莫斯科。 可惜遇上两个猪队友和一个脚使盆,最后被同盟国打败,希特勒也自杀了。 英国为什么见不得别人统一欧洲呢? 英国一直推行的是大陆军事和光荣孤立的政策。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,他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。 如果这个欧洲大陆统一了,英国将成为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。 日本的情况和英国一样,同样的岛国,同样面临一个强大的陆地国家。 只不过,中国早就统一,并且民族意识也统一。 所以,没有成为欧洲这样分裂的国家,现在欧洲的各民族已经固化和加强, 所以现在欧洲绝对不能统一。 再加上欧洲脚使对英国的存在, 谁想成为欧洲大陆的老大我就来搅局。 反正,欧洲统一对我没有好处,甚至会危险到我的国家安全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